回来了 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把房卡留下 赶紧走吧 你要这么高级赶我走 你会后悔的 这是什么 你自己看看呗 挑一些能用的 没办法 反正有些人就是这么聪明 随便想想都是一些好演奏 所以你是打算留在《隐瞒》了 既然天下第一的白浩宇都开口留过了 我总得给两遍 对不对 怎么样 我的主意不错吧 方案本身不错 但都不能做 这些选题 《妞娱乐》已经在筹备了 就是你不知道 咖啡文化的选题也是 这些东西 国内的杂志都已经做过了 但是他们有像我这样 把五迪艾伦的电影 《午夜巴黎》跟咖啡公社做参考吗 没有吧 也是 那你去跟竹莹商量一下吧 她筹备的东西里也有无敌艾伦的资料 你们看看能不能碰撞出更新的火花 让林昊帮你做市场调研还有对比分析 她的基础工比你们任何人都强 只是平时看不出来而已 至于这个上海二十年来的潮流变化 朱英在去年八月看就已经做过了 还需要更新的东西 这些人远远不够 得想出一个 那基础工和潮流趋势 又要别人没有想过的 还要能够打败 纽约的莱姆 基础工和潮流 又要别人没有写过的 还要在话题上赢过全球首秀的莱姆 白豪宇 你能不能醒醒 没有这样的东西 一定有 只是我们还没有想到 待会就好好想想 走了 把房卡留下 林一牧 你是为了李慧珍才留下的吗 你觉得呢 我问你呢 事情没到最后一步 谁都不知道见我 反正我这人就这样 遇到了喜欢的 就一定要放手一步 反正我们俩都是五十五十的概率 好 好